中培君议员有指控我有不当的行为 我坦诚上一次跟中培君议员在邀约影验之后 我当天完全喝到断片 所以后续发生的事情我真心完全不清楚 中议员对我所做的事情直接提出指控 我想我没有办法否认 因为坦白讲我没有任何的记忆 所以我也曾经写了道歉书 然后跟他道歉 我想我的确犯了错 我愿意为了我做的事情承认 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真的是我喝到断片的 没有办法 有足够的记忆跟足够的判断力 所以我绝对承担所有的后续后果